大家好 我是David 鄭經緯 歡迎收看三三經緯點評 各位有沒有訂閱 還沒有訂閱的人快點訂閱 有訂閱有賺到沒訂閱就推到 打開小鈴鐺分享給好朋友 絕對沒有錯喔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軍師 史蒂夫班農 為何又成為拜登總統的心腹大患 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收看三三經緯點評 我是David 鄭經緯 那在今天中午跟各位談到的是史蒂夫班農 那話說史蒂夫班農 為何又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就要說在美國時間的周四 美國眾議院的1月6號調查委員會 這個傳訊班農 但班農根本不去對不對 不去作證 也不接受傳訊 就叫律師發了一封信 說你們委員會跟前總統特朗普 如果你們之間的協調達成的話 我再找我 不然的話我不來 這下對國會議員 這些眾議院議員真的是面子掛不住 我是一個特別委員會 就是針對1月6號國會衝撞事件的調查委員會 對不對 理論上在美國它是有一個這種高度的 傳訊總統都可以叫就來 你必須要去 更不要說你只是一個區區的市井小民 好 班農根本理都不理他 好 這個委員會實在受不了了 這個主席就說話了 這個主席就出來說 這個主席是本尼湯普森 他就出來說關於史蒂夫班農 拒絕到委員會作證這件事情 他們決定的要來對他進行調查 應該是刑事起訴了 就是說藐視國會 藐視國會 你根本我們傳你就不來 藐視國會 這一個藐視國會的案子 當然你說真的要成立 第一 下禮拜二他們委員會開會 開會的時候 這個委員會因為是特別委員會 有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員對不對 還有共和黨的眾議院議員 那是不是能夠一致通過認為 要把班農送司法部去控告 藐視國會這件事情 這個內部還要先對不對 至少過半 就算過半了 成立了 要把班農說藐視國會要定罪對不對 還要交給司法部 司法部要蒐集證據 確實是這個人是不是藐視了國會 還要起訴他 到最後如果給他判刑 放心 三年 最快三年 那當然來講 班農為何現在如此有底氣 這叫話說拜登現在的頭 一個頭兩個大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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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拜登現在頭要炸了 因為理論上來講 現今的拜登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到了10月初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才發表了一個拜登的貿易策略 對不對 戰略就是對中國的貿易戰略 10月初他幾月幾號上任 1月底走了多久對不對 當時拜登的想法是他要打一種外交戰 各位記得嗎 什麼阿拉斯加的會面對不對 英國的G7峰會到布魯塞爾的北約 最後日內瓦的普京 這一路走來看得出來 拜登當時心中應該是十拿九穩 我絕對可以按住中國 把中國給按住 特朗普那套貿易沒用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這一階段的過程 如果是我們33經緯點評的朋友 大概都已經對這一段歷史是倒背如流 大家都應該非常清楚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前面的外交戰略不行 就開始要提出一個這種貿易的方式 慢慢的跟中國來較勁 當然在這時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 就是AUKUS的成立 弄得歐盟也不高興 當然在今天稍後 歐盟理事會主席 會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 因為在週三的時候默克爾打了 今天對不對 歐洲理事會主席打 當然我們很期待有一些好消息出來 最重要是要中歐之間的貿易 就是中歐投資協議能夠重新啟動 所以對拜登來講 你現在如果看這一片棋 簡直是上任以後是亂成一團 疫情的控制對不對 也沒有太理想 因為疫情的控制實際上 疫情的變化跟周期性出現 這不代表你對疫情有一定的控制 好吧說打疫苗 開放國界也在做 但是恢復經濟 原來希望有一個振興方案 什麼三萬億的 什麼一點幾萬億的這個振興方案 到了國會被卡住了 好那另外回頭再來講到 就是說那這樣這個聯邦預算也卡住了 怎麼辦 後來是在共和黨部分黨員的支持下 議員支持下 才讓這筆聯邦預算 暫時寬限期拉到12月初 這個換句話講 對於這個拜登來講 12月初還有難題要過 就是聯邦預算能不能過 幾百萬個聯邦的這個政府官員 發不發薪水 開不開張這個服務民眾 就是要看預算案能不能過 這個對拜登來講都是負面 非常傷害 有些人說沒關係 反正他當他的總統對不對 大不了聯邦部門也不是沒關過 當年特朗普執政的時候 聯邦機構也關過 但是我們就要講到點上 今天來看 如果今天目前局勢沒有那麼紛亂 對沒有錯 聯邦機構關就關 拜登就這樣按不住中國就按不住中國 但是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前幾天 前幾天 在美國應該是九吉亞那邊 有一個議員 因為明年的11月8號 美國要進入中期選舉 在這個當中簡單講就是 國會要全部選一大堆換人 要換人 因為他們不是跟總統同時的 他們中間隔兩年 所以在2022年的大概11月8號 換句話講 距離現在多久 一年 一年多一點點就到了對不對 所以各個要參選的議員 就表態在選區要拉票 那話說前幾天 這場造勢大會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立臨了 現場多少人 3萬5千人 我跟你講拜登現在出來 大概要演講 可能都不一定有3萬5千人 在台下歡呼 所以特朗普那天出來的時候 那個台下瘋狂 大家的focus都沒有在那個議員 對不對 對議員能不能當選怎麼樣 大家都不在乎了 在乎的是特朗普還會不會 重新回到白宮帶領美國 這個很罕見 你要看美國歷史 當然也有那種回鍋的總統 中間隔了一任又回來 在歷史上很早以前大概有過 大概我看也有快100年前有過 那近代都沒有 而且這個美國歷史 我們要稍稍講一下 他是在當年 這個美國建國的時候 我們要講一下這個背景 因為我想這段大家都知道 但是回頭要看 這個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 實際上是有一點點陰錯陽差 話說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到今天美國剛剛前幾天 才上禮拜一吧 才 對對這禮拜一 才剛剛放假 哥倫布日放假一天 那哥倫布就成為美國 為要禁念美國是怎麼來的 禁念哥倫布 其實哥倫布當初不是發現北美 他是發現在那個 算有點中南美那個地方 當然後來他知道說這邊有一片大陸 把當地的原住民當成印度人對不對 才有印第安人 好 但是美國為了讓感覺自己是有歷史淵源 就硬是把哥倫布做為一個紀念日 所以這個有一點差題 但是我要講一下 哥倫布紀念日現在在美國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哥倫布我說穿了在那個時代 大航海時代 他是意大利人沒錯 但是他是奉命要幹嘛 替西班牙女王找到殖民地 找到殖民地要幹嘛 搬回家 對不對 奴役當地人 所以哥倫布有人形容 他實際上也是來到哪裡 把那邊的人都變成奴隸 然後榨取所有的資源 通通搬回西班牙獻給女王 因為女王跟他講好他來的嘛 對不對 整個美國的歷史在那時候開始對不對 但是因為哥倫布發現美國 美國要紀念哥倫布 所以現在美國大概有13個州 已經把哥倫布紀念日跟原住民紀念日放在一起 就連今年拜登都說 這個哥倫布紀念日同時也是宣布美國原住民紀念日 因為哥倫布來幹嘛 把原住民殺光了 大概80%的原住民 因為哥倫布的到來帶來的疾病 還有奴隸死掉 所以你說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好回頭就要講 因為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 那英國的移民歐洲的移民大批就來到了這個北美 在這邊開墾 當時13個州對不對 13家公司 那時候還沒有州 都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 這種光景大概有多久 快200年 在這片土地上都經過那麼長時間的發展 土地肥沃 美國土地肥沃 浮原又大氣候溫和 比英倫三 英倫二島好多了對不對 英國實在是 你光看英國菜我講過好幾次 你就知道英國的物產多麼的貧乏對不對 不是炸魚片就是薯條 要不然就吃個派 沒了 喝杯啤酒 哪像法式對不對 到了美國 隨便種 長得好得不得了 好 所以在這一片殖民地上 大家日子都不錯 當然英國隨著英法戰爭 雖然打勝了 法國把大量的土地割給了英國 北美的土地都給了英國 但英王就發現實際上殖民地這批人 他們的日子好像比我們還好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又冷又濕雨又多 地上又長不出東西來 那邊的人吃香喝 好 多磕稅 加稅 給他們加稅 對不對 多繳點稅 因為那時候的帝王的觀念 老百姓就是我的 你們家的房子也是我的 你的錢也是我的 你所有的生命都是我的 我是王對不對 誰不聽話我就殺了誰 所以在那種觀念之下 他就叫在美洲地區的英國移民交種稅 後來不是鬧到了1773年吧 1773年 不是鬧那個叫波士頓茶磚事件 應該是735 鬧得很大 後來觸發了美國獨立戰爭 開始打了對不對 美利堅合眾國就建立了 那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之後的 美國人就有一個觀念 我們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絕對不容帝國主義再來侵犯 好那怎麼辦 我們就要立一個法 讓所有的領導人不能變成皇帝 那麼好的一個美國 為什麼今天走上這個地步 要向這位仁兄殺進國會來改變現實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繼續三三敬衛點評 我們一會見 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回到三三敬衛點評 我是David政經緯 今天跟各位談到的是史蒂夫班農 這位仁兄當年說實在話 2016年的時候 特朗普能夠成為美國總統 他是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所以當大選完畢之後 特朗普特別在白宮 設了一個全新的職位 以前沒有 叫做首席策略師 白宮的 直屬總統的 總統任命的 就是史蒂夫班農 但是你也知道 打天下是一回事 拿天下之後 又是一回事 好 2016年對不對 選勝 到了2017年 特朗普上台 他進白宮 到幾月 八月 受不了了 不幹了 走了 為什麼 都不過旁邊的人 特朗普的女兒 女婿 各方人馬 全來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打天下的時候是一回事 拿到天下 分天下 又是一回事 對不對 史蒂夫班農 就短短的幾個月 在白宮 帶不下去了 最後 就有一點點跟特朗普 不歡而散 就走了 但是他還是蠻重情義 各位應該還記得 在2019年底的時候 美國不是那時候搞一個 要彈劾特朗普 各位記不記得 在國會 鬧得很兇的時候 班農就成立一個這種博客 就每天稱特朗普 大罵這些人 說特朗普是一個多好的人 對不對 特朗普怎麼樣 特朗普怎麼樣 一直稱他 好 但是他們畢竟 因為那一段可能 當時在2017年的時候 弄得有點不愉快 好 好 那到了這個 20 就是去年底 2020年 選完以後 輸了 特朗普輸了 選輸了之後 各位要知道 這個政治就是那麼現實 原來觸擁在旁邊的這些人 頓時之間都不見了 知道你特朗普垮台了 對不對 我還不去找工作 我還不走 我等著幹嘛 大家跑光了 聽說那時候 在去年底的時候 到今年初 特朗普大概也就拉下老臉 回頭找班農打電話 跟他講了好幾次 對談了很多次 談談談談談 就說大概問他 出了點主意吧 我現在輸了 有沒有搬回來的機會 那班農是 畢竟是 說句不好聽 也是老江湖了 對不對 經驗豐富 就給特朗普出了一堆主意 當時的主意是什麼 就是叫副總統 基本上在國會參議院 他是主席 當時要選舉人 選舉人票 最後要送到國會 最後驗票 但因為美國選舉制度 大家都知道 是贏者通吃 譬如說這個州 55張選舉人票 你跟我選 你贏了 贏我一票 這55張選舉人票歸你 各個州的票最後收集 要到國會去轉個程序 就要開箱唱票 那個箱子裡面 就會登記我們這州 譬如說加州 55張選票都給了 譬如說王先生贏了給他 他們要打開這份看 要唱票唱出來 加州55張 譬如說王先生 對不對 要統計 最後選舉人票 來決定誰當總統 那時候班農就跟太陽部講 說把副總統那傢伙 叫他回來 告訴他 在國會把這個事情給擱下去 讓唱票不能唱 就說選舉作弊 用這個理由 把這個案子給擱住 然後我們要求全部的選票 重新驗票 耗在那裡 你基本上就能繼續當總統 到1月20號 拜登就不能宣誓 對不對 當然為了這件事情 能夠順利執行 特朗普當然把副總統就叫來了 就跟他講 跟彭斯 叫彭斯去做這件事情 講得很清楚 彭斯原來在滑雪 就被他們叫回來 因為當時曾經出過一本書叫做《危險》 我們簽證有提過 裡面就講 那個誰怎麼說 班農怎麼說 把那個傢伙給我叫回來 對副總統說叫那個傢伙回來 因為他們覺得 你這個彭斯不過就是給我跑腿的 特朗普就跟他交代 但彭斯沒聽 沒聽對不對 所以彭斯是說 法律上沒有給我這個權利 我不能做這種違法的事情 那特朗普氣死了 聽說當時在1月6號要衝國會之前 因為1月6號是唱票那天至關重要 所以當時有班農 有白宮的幕僚長 副幕僚長 還有一位總共四個人 還有一個代理的國防部長 找了一群國會議員 到了華盛頓的威拉德酒店 幹嘛去瞧事情 叫他們一起跟著起哄 這個都 委員會現在都公布 都要把這些人叫來 一個一個作證 說你們有沒有幹這件事 前兩天 美國白宮 否決了一件事 話說今年8月份 委員會成立之後不是要調查嗎 說1月6號那天 總統開會的會議記錄 通話記錄 跟誰見面的日行程表 全部要送到委員會來 我們要看1月6號 特朗普那天跟誰見跟誰開會 說了什麼 這個資料全部在國家檔案館 然後特朗普馬上就發了一個信 律師信給國家檔案館 說我總統有行政權限 雖然我卸任 但是這些涉及國家機密 不可以給國會的委員會 這個事情就有點僵了 拜登上來之後就說 拜登到昨天前兩天 才說我們認為特朗普前總統 沒有這個權利禁止國家檔案館 把當時1月6號的資料交給國會 意思就要給了 所以當時特朗普跟誰通過電話 說了什麼跟誰開會 講了什麼全部在裡面 這個到時候就精彩 但我們也知道1月6號那天 有人出了50萬美金 在白宮前面搭了一個台子 弄了80輛大巴 把這些報名 通通運到了華盛頓 然後聽完特朗普的演講之後 大家開始集體衝 因為走賓夕法尼亞大道 白宮在這邊 國會在這邊 大概有幾百米 就衝過去了 就衝國會了 吊死彭斯 吊死佩洛西 對不對 在國會外面還搭了一個調人所 就是暗示把你們拖出來吊死你們 對不對 你們怎麼可以讓特朗普輸掉 對不對 你們沒有支持特朗普 就看得出來 美國現在存在的問題 雖然1月6號過了 但是如今這批人 有600多人被起訴 FBI介入之後 發了500張傳票 對不對 收集了資料 600多人被逮捕 但是最重要 美國現在左右翼之間的矛盾 實際上一直困擾 拜登就連處理中國問題上 最近特朗普出來講話之後說什麼 我會帶各位狠狠地對付中國 對不對 我會建立一個更加偉大的美國 這種民族情緒 是很容易煽動人的 所以在這幾天可以看得出來 拜登現在最傷腦筋的是 是怎麼讓原來不支持他的人 支持他 因為以前總統比較簡單 我上來之後卸任總統 大部分就沒聲音了 頂多去演個獎 對不對 賺點車馬費 出本書 寫寫回憶錄 成立一個圖書館 大概就這樣 但沒想到特朗普這個簡直是 有點要把他給翻的樣子 所以對拜登來說 真的是苦不堪言 我看他現在真的是面對的問題 非常的巨大 基建的問題 刺激經濟的問題 中國的問題 世界局勢的問題 歐盟也不高興了 對不對 他搞了個AUKUS 跟法國還有歐盟都搞僵了 那俄羅斯的關係 這些一大堆 都讓很多人就要問一件事情 2022年的美國要怎麼走下去 美國最近物價上漲 因為供應鏈的問題 聽說美國超市 所有東西都漲價了 美國人大家也會覺得 這個換了一個總統 日子怎麼越搞越糟糕 因為現在供應鏈出問題 對不對 疫情的問題 當然影響到供應鏈 這個經濟上非常複雜了 能源短缺的問題 都在浮現 實際上 在未來的這幾個月 眼見的就要進入 美國大家最歡樂的時間 聖誕節了 對不對 但是今年的聖誕節 你覺得 拜登能夠真的放下心 好好的去過節嗎 看起來 確實不容易 但是可以從現今的局勢看得出來 回到點上 美國今天應該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先把國家自己內部的事情 快點處理吧 對不對 不要忙的就是 焦頭爛額啊 里外都不是人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收聽 也歡迎在YouTube上面的朋友 在下方留言 表達您的觀點 在這裡也祝各位 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一 準時空中再見 拜拜